上禮拜我们出了一题 请你用施议员来写惩罚 惩罚不能用施议员里面内部的惩罚 你要用加法和仪位来做出来 第一个交的应该是舰艇 我们有说第一个正确完成的会加平时成绩10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舰艇的作业 这是它的程式 我们稍微看一下 那我把它储存一下好了 我们放在仪潮 这我们把它点C 那mul有点C 好那它的程式显然在等我们输入什么东西 看一下就是我们输入两个数值 然后呢它就会印出A和B和A乘B的结果 那但是如果B小于等0的话 那就会输出A乘B 来我们看一下 那它这边其实有个解说 如果123乘321那就是这样 OK好那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就用自己的100乘200 好2万没错 那300乘以5 1500没错 300乘以-100-300 看起来都对 然后怎么停啊 EOF我要怎么输入它才会EOF 难道只能Ctrl Black吗 这个才是我不太了解怎么出来 有没有人知道 看来只能Ctrl Black 有人知道的话跟我讲一下 什么样子的输入方法可以让它EOF 还是弄个档案输入 这也是个办法 弄个档案输入就会有EOF 不然怎么用键盘模拟出EOF 我就不知道 好OK那这里有点不是完全了解的地方 是这边OK的 这边OK的乘法 那这边呢 A大于等于0 而且B小于0的时候 A乘以-B 这一点是我不解的 照理讲 应该完全不用处理才对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int 然后呢 乘法 乘法 对照理讲 乘法应该也不需要管正负号才对 因为是恶补数 因为是恶补数 所以照理讲应该不用管正负号 所以我不知道建廷为什么要处理 建廷有没有来 没有OK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处理正负号 因为照理讲恶补数的话 应该是不用管正负号才对 好 好 稍微看一下别人的 好 这个张环玉 大家都喜欢用这个WireScanF 那这或许是参加比赛 参加考试参加多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不会这样做 如果是我的话 我直接放在参数里面 A.R.G.S.1 1 A.R.G.S.2 就直接拿来用 这样会比较 我觉得会比较 不需要 不需要绑死在程式里面 我的意思是 我另外写一个 C.MU.L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这样做 OK 然后呢 这边 ScanF OK 好 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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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会是一个做法 那意思就是 我让它直接下载参数里面 我们试试看 不见得一次就能对 这里有说ARGS 这个ARGV 11元的习惯是ARGV 我可能这样写会觉得比较习惯一点 那这样也不用写那个SCAN和EOF的回圈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剑庭这个版本 我觉得写得还不错 就是一开始乘机设定成0 OK 然后呢 当B还大于0的时候 就先把A往 怎么讲 先把A加进去 其实他是在做加的动作 他并没有右移 这应该没有右移 所以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 就是他只是加进去 然后加完之后才把A右移 然后再把B做E 那A每次做跟B相乘的时候 是取B的一个位元 哪一个位元呢 以这个例子 应该是最小的那个位元 最右边那个位元 然后看看他是不是E 如果是E的话呢 就把它加到A里 把A加进去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直接右移 就不用加 那这样的结果 最后就会是成绩 那这是上次我们所出的一题喜题 就是 考各位会不会用软体程式的方式模拟成法 但是不要用加法 不要用成法 不要直接用成法 只要用加法和以位就好 那这是 其实在写程式上面 还蛮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学过计算机概论 你知道什么叫二补数 那照理讲 要用就是知道二补数的加法和成法 然后要用加法来模拟成法 应该是不会太难 好 OK 那这是上礼拜的喜题 好 这里还有没有人看不懂 有问题的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今天的课程 好 好 请说 你的写法 我看一下 看一下你的写法 在哪里 这里 好 我们先测试一下好了 好不好 先测试一下 我 这不是你了 这个 那我看一下哪一个 不是吗 不是这个吗 我刚看到张华语了 我点错了 好 这才是 好 OK 好 OK 那我们试一下 我再请接你一个 这也不是你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是你的吧 是啦 好 因为我刚刚call的我还没贴上去 所以 先不用挤 好 那这个 好 MUL2 好 我们看一下 一样哦 这个程式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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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4 4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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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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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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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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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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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负号怎么处理 看一下 基本上没有处理 反正就是让他的二补书自行运算 OK 了解 OK 看起来都对 那我知道你的逻辑就是把每一个位元都猜出来 然后算出他的位置 然后把它做成这个二的K四方 然后一个位元一个位元这样算 OK 这是对的啦 逻辑上是对的 但是速度上会慢很多 速度上会慢很多 所以如果你这样的实作方式的话 不只速度空间也会慢很多 因为你还得要有这个 空间也会浪费不少 然后速度上也会慢很多 那但是是对的 其实已经很好 因为你这个应该就完全是自己 重新打造出来 那所以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 那不错啊 这个蛮好的 我觉得蛮好的 那只是如果用移位的话 速度会快很多 用移位 对那因为我们上礼拜有说就是说 加法和移位就可以做到了 那你这个其实也是只是说你又把它还原成 0101这样子的阵列 又还原成这样而已 那其实是OK的 好 那 那如果是在迁入式系统的话 建议还是采用类似舰艇那种鞋吧 因为这样会快很多 如果是PC那就还好 只是作业的话就没差 那如果是迁入式系统的话 你强调速度的时候 最好采用类似舰艇那种鞋吧 会比较快一点 好 大概是这样 OK 那我们今天 第一个要给各位做的事情 就是解答上礼拜的习题 我们先先做完 那休息个五分钟好了 先休息个五分钟